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包粽子 那粽子有很多种包法 今天我们包三角粽 因为三角粽 你不管什么样的粽叶 哪怕是长长细细的 宽宽胖胖的都可以包 所以你居家过日子 只要包回了三角粽 那么你什么样的粽子都可以吃到了 因为那个馅你可以随便放的 对吧 那今天我们用这个宽宽胖胖的粽叶 它已经处理过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洗一下 一张一张清洗干净 然后呢你烤旧的话呢 你就用剪子 把上面的部分剪掉 然后用开水泡一开 那如果说你买的是新鲜的 你最好在开水里面煮 煮个两三分钟 这样才不会脆 比较好包 然后这个米呢 你不要 你只要轻轻的手揉两下 冲两遍就好 那如果你喜欢吃粽子 软一点的话呢 那就把米先淘好 放在那边涨一会儿 其实你包的时候 也可以控制它的柔软度 扎线的时候 如果说你扎紧一点 它的米就硬实一点 那你手松一松 它就会软一点 今早要包 炒得更浓 豆呢等我们洗一下就可以 那个枣呢我们要处理一下 我们要把盒子去掉 不要让人家 在吃的时候一直提醒 吊胆说不要吃到盒子 还有一些人我跟你讲 他就咬下去了 那么切都弄 全部听到我们就开始包了 两张粽叶哈 这样叠起来 尾巴和尾巴哈叠进去 然后翻过来 这里看过去一点缝隙都不要留 接下来就是你要注意的手势 换这个手 像夹香烟一样的 把这个下面夹住 手掌托着这个 开始夹米 我们先包红枣的 加一点米放几颗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多放一点 按一下 准备开始盖过去 大毛子出来 这边把它包住 然后轮到这边也包住 剩下来的这样翻过来 我们就可以炸馅了 一道 一道 紧一紧 再一道 一个三角粽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包红豆的 把水沥干 然后拌匀 鸡汤 那如果你买的粽约是长长细细的呢 我们就这样包 把它两个叠起来 两张不够的话 那我们就要三张 然后这样手夹住 把它转进来 跟刚才一模一样 把它夹住 放米 第一勺进去的时候 就要把它安紧 把这个基础要打好 要不然上面紧 下面还是松松的 米不要放太满 要不然就会叶出来 然后放过去 一模一样 这边按老 这边也把它包住 这个转过来 扎些 第一道要紧一点 扎个两道就够了 这样呢 你正好可以区别 这是豆子的 那个是枣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煮粽子了 煮粽子 第一就是它那个水 那个水一定要盖过粽子 否则的话 漏在水面外面的那个米 就不会熟 然后呢 咸粽子和蛋粽子 不要放在一起煮 因为它们会创味 那其他的如果你要问 在煮的时候用高压锅煮 和一般的锅煮 有什么区别的话 我是比较木讨 我没有感觉到 吃口上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就用高压锅用 因为比较快嘛 那开了以后它会叫嘛 锯锯锯锯锯 我会让它持续个五六分钟 我才关火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煤气炉的话 那么你就再多加个一两分钟才好 如果你用一般的锅煮的话呢 你就花四个小时 然后大火开了以后呢 你变成纹火 你要看那个水面上 一直有小的水泡 这样的话呢水不够干 四个小时之间呢 你不需要加水了 那今天我们三角钟就包完了 下一次我们包长重 拜拜